这几年来,香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唯一一样东西没有变,就是 你还不会上楼楼啊? 是因为你,快点,没有钱,没有股杆,没有职业 还是你,连垃圾都不如? 我们连续偵查棕地乱象 揭发至少35个涉嫌违规处理垃圾的工厂 罢了起码20公斤种地,还大过维园 人就没屋住,垃圾就大把地用 政府还要不见人,公平吗? 成几层楼高,什么了? 足足有9座,罢了起码4公斤棺地 原来是疑似进口五金废料 夹杂对人体有害的电路板,废塑胶等等 新和铜的核杆都超了 来远啊,都看到沙尘滚滚 很大可能还有一些金属粉尘 这些五金废料处理后出口 是可以赚成亿亿声啊 厂举的胃ensible 全 jour都很 Qué 政府常说没有地要建公屋 难道垃圾就有地,建房就没有地? 有毒电子垃圾 这些就是拆解有毒LCD屏幕的声音 我们在一百年 已经揭发过这个非法电子拆解桌 三年过去 这里继续保持初心 继续拆着LCD屏幕 还打过国际线 旷冲拆解美国电动滑板的业务 违规作业就逍遥法外 我们港人的注目诉求 什么时候才有实验几天 政府不作为 终于找到两公顶 没有非法作业霸占的空地 好像挺合起楼 看真点 哎呀 什么整地电子垃圾 原来这里本身是拆解墙 虽然2017年已经清空了 但就没人理过 丢了四年了 现在我们还验到重金属超晒标 政府没有清零 没有修复 没有发展 难怪师傅都不爱了 不用了 多谢你 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的话 我怎么才能跑赢垃圾上楼 就算抓了违规作业者 又怎样 问题的精结 是政府没有全盘的棕地规划政策 不想近二千公顶棕地 是这样 现在就要规划棕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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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